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請大家來欣賞這棵 仙氣十足的原生種民心蘭 名字叫貴族 我上網查過資料 有人說是大此舌蘭 有人說是民心蘭 我買的名字寫著是民心蘭 它原生在中南美洲高海拔地區的雲霧林裡 所以它喜歡潮濕、清涼、通風的環境 按照資料介紹 它的花梗應該可以長很長、開很多花 但我這裡只有幾朵 這裡還有另一枝花展 但看它也不會長 可能是因為初花的原因 第一次開花 通常它的花的數量和質量 都是要打少少折扣的 希望它明年開得更多更美 這棵花是我今年1月份的時候 在阿瓜多爾網站上訂購的 收到的時候 那些筋全部都乾死了 但是球徑還是很飽滿 可能因為那些筋死了吸不到水的原因 那個球徑慢慢慢慢就縮水 好像潮皮一樣 那些球徑本來是中黑色的 現在就更難看了 想不到到春天的時候 它長了兩枝花箭 和兩棵苗仔 它的花枝很幼 幼得好像牙籤一樣幼 但是它的花又不小 有大概兩英寸大 花是以白色為主 但是又不是純白色 花托那裡有暗暗的玫瑰紅色 正面看很難看得到 側面就可以很清楚看得到 花瓣是純白色的 花瓣的形狀和花托的形狀很相似 而且都是帶著波浪紋的 最特別是它的純 有人叫做利 它好像雙層一樣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在花的中心 金黃色的部分 它不是平的 是飄起了的 在兩邊還插著一對很漂亮的翼 金黃的底色 中紅色的羽毛狀條紋 花的蕊柱頭 都有中紅色的花邊點綴 這朵花 顏色、款式已經很漂亮 再加上花中心 這麼精緻、立體的點綴 令整朵花顯得更高貴、典雅、脫族 正如它的名字 貴族 這朵花和一般的紋森蘭有什麼不同呢? 我覺得最大的區別就是它的葉 它葉的葉柄特別長 比一般紋森蘭的葉柄長兩倍多 整塊葉加起來更長 顯得不夠挺身 就好像很軟 你可以說這樣是很飄逸的感覺 有點像葛蘭的葉 但我比較喜歡去挺立一些 所以把兩棵生長出來的苗仔綁一綁著它 希望它可以長得直一些 它還有一個特點就是 在球徑的頂上有兩片葉 每一個球徑都有 就算剛剛生長出來的苗仔 它現在的球徑還不明顯 但在頂上已經長了兩片葉 接下來說一下應該如何照顧它 這朵花喜歡清涼的環境 最佳生長溫度 攝氏4-26度 華氏39-78度 當然溫度再高幾度低幾度不是問題 主要是不要讓它去到冰點 它會頂不住的 它喜歡明亮的散射光 植料要求疏鬆透氣 我這裡用到的是中粒樹皮 加到一點點珍珠癌 淋水方面我是用浸盆的方法 在夏天每個星期都浸兩次 冬天就浸一次 但要根據自己的環境 它不太喜歡太乾的 稍微還有一點點軟軟的 就可以給它水了 肥料方面我每次浸盆都有用 建議濃度的四分之一 均衡肥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這些 謝謝你的收看 再見 再見 再見